人生也好 阿滴 少回合所有東西重置 然後要轉紅綠燈喔 哇有點可怕欸 有點緊張 我這個回復力感覺快回不回來啦 好第二條血的話扣血90%這地方的話可能是要轉全體攻擊 做全體攻擊 欸至少要先打死一隻啊至少要先打死一隻 不然會死人 好打死一隻之後呢我們這邊就可以稍微輕鬆一點 好然後再來的話無視減三問號服刑石後會轉 呃這個地方的話呢直接手轉就好了 兩位合 欸我怎麼感覺打不太死啊 先開起來 這樣子 好然後這邊的話開小潔吧呃先開這個 然後開這個 呃下一關會什麼 呃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這邊應該要開主角啊 這個這個珠子也太少了吧 一定要手消大於6喔 一定要手消大於6喔 不過你開的這個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 這隻血量有將近3000萬 所以 最好要開多開一點 哇 這個血量也太多了吧 好這個地方的話比較簡單一點齁 這邊的話我們直接開這個就好了 呃第五關的話 他會有一個附加消除 七七重置 這邊的話把木屋開起來 呃先打死 做全體好了 呃木屋開起來的情況下 呃傷害非常夠 傷害非常夠 再來的話2秒7combo 這邊的話要開主角 呃 喔下一關比較麻煩喔 下一關 下一關這邊的話鎖這個齁 我們這邊的話開個技能 嗯 我覺得好像打不死欸 開一次龍科好了 欸不用不用開龍科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然後這邊的話比較簡單一點 這邊的話 好 第一隊啊第一隊 呃因為現在變身之後都有兼具嘛 所以不用怕 呃木屋我看一下是不是要先關 呃下回合 會有附加消除 所以這邊的話先把木屋關掉 這邊木屋先關掉 好 好 下一關會有消除木屬性電群對攻擊 無效這個東西 呃這個東西的話 哇 這個要開起來 呃我看一下 這邊的話要想一下 血量多少啊 呃一千五百萬 呃一千五百萬 哦血量還好不多 這邊的話要開這個 這邊的話要開這個 最好不要被摸到 最好不要被摸到 直接開主角 好 好 這邊的話來到 到第九關 會先打你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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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這個地方 先手轉吧 有點可怕欸 好 好沒問題 好來到王關 來到王關 目前我覺得這隊還蠻輕鬆的 無視任何攻擊傷害 一定要被他打一下 千萬 感覺這隊蠻輕鬆的 齁 一路大順暢啊 嗯 好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啟這個 絕對時間 然後開主角 好不好 開這邊好 啊不能碰到喔 哇 這個天降 過了過了 五千萬 好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最簡單 齁 最後一關真的最簡單 齁 直接開這個 暗珠不能消 好 欸 龍科都不用開 終關 獵人我覺得是 算是蠻簡單的啦 大家要打的話 可以用獵人隊去打 好 這個成就的部分呢 就是 應該是一個成就而已吧 兩種以上屬性